四层相识 四月的一个少有的晴朗的上午,我漫步在皮卡迪里大街,无所事事的东桥西望。 到处都很干净,清爽宜人,最粗俗的东西仿佛也照上了某种光彩。 格陵公园更显得郁郁葱葱,皇家艺术学会那阴沉沉的水泥建筑被造物主洗刷得面目一新。 吸来嚷往的人也像被到处洋溢的欢乐气氛所感染。 空袭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战争的消息日益鼓舞人心。 北非的英美军队正在撤回图尼斯。 在东线,德国人云集斯大林格勒城下即将遭到惨重的失败。 战局完全变了,轰炸机开始把炸弹倾泻到敌人国土上。 戈林的蒙国的炸弹永远不会落在德国土地上的狂言,已经灰飞烟灭。 有的行人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他们目不斜视,机械地走着,专心一意想着自己的事,仅仅注意不和行人或什么东西相撞。 我却不然,我把问题留在适当的时候去考虑,在街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边细心观察,一边下意识地进行推理。 根据陌生人的面貌,去分析他的特点,个性,生活方式等等,这是我三十年来的职业。 由于习惯成自然,即使在业余时间,也摆脱不了长期训练养成的职业习惯。 这天上午,我故意放纵自己这种怪痞。 这时,一位身穿戎装的荷兰军官向我走来,我们两个荷兰人的目光突然相遇,使我立即想起,似乎在一个什么不愉快的场所见过此人。 他从我面前走过,走得很慢,于是我又走到他前边,以便他能再次从我身边经过。 我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观看路旁书店的橱窗。 经过年复一年的训练,我的记忆极其敏锐,能够分门别类筑藏,即把不同的事情分别注存在脑子里。 形象地说,只要我从头脑的档案里取出某个卷宗,打开它,材料就会像泉水一样涌出来。 我扫了一眼这位穿军衣的陌生人,断定先前曾经见过他,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见过呢? 在返回办公室的路上,我仔细回想着,他是荷兰人,那我很可能是在荷兰见过他。 可是战争开始后,我就离开荷兰了,所以应该是在1939年之前见过。 他看上去40岁左右,所以那时候他应该是20岁上下。 按照这样的推算,我开始回忆1923年到1939年之间发生的主要事件。 我默默地考虑着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把他的面孔,同某个悲剧性的事件联系起来呢? 看到他穿荷兰军服,为什么我感到那么惊讶呢? 我肯定把他同与德国人有关的什么事联到一起了。 循着这条思路,我的推测终于达到了目的,记忆的大门打开了,许多事情一涌而出。 11年前,1932年,我也是在街上碰到过这个陌生人,那是在阿姆斯特丹。 他胸前佩戴着崩德组织的徽章,那是刚刚组织起来的纳粹组织。 虽然我以往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的这一次偶然相见,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怀疑产生了,必须尽快对此人进行调查。 我立即想设在伦敦的荷兰总司令部了解有关这位军官的情况。 他的经历毫无奇特之处,此人叫范杰尔德,和一名记者靠一张致里驻荷兰领事维加先生签发的集体签证逃出荷兰, 途经法国和西班牙到了葡萄牙。 在葡萄牙,由于等程飞机的旅客太多, 他们就乘船到了河属西印度群岛的库拉索岛, 从那儿又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从1940年起,荷兰总司令部就设在加拿大。 当时的朱利安娜公主,也就是当今的荷兰女王,和伯哈的亲王也住在加拿大的王家公馆, 直到1940年6月6日盟军反攻为止。 荷兰当局说,范杰尔德战前是王家禁卫军军官, 后来突然被转到军队, 到加拿大后接受了军官训练并被着升为军官。 后来随一支突击队到了英国和日益强大的荷兰解放力量汇合。 由于他总是穿军装,随士兵行动, 所以从没有受过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特工人员的检查。 荷兰当局提醒我说, 不管怎样这套手续是应该履行的。 他已经受过三次审查, 一次在葡萄牙, 一次在河蜀西印度群岛, 一次在加拿大, 三次都顺利通过。 在伦敦荷兰总司令部, 他被认为是一名可靠的爱国者和优秀的军官。 范杰尔德的经历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他已受过三次审查, 每次都毫不费力地通过了,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但是关于范杰尔德总相有什么事使我心神不宁。 他十一年前佩戴的纳粹荷兰徽章的影子不时浮现在我眼前, 或许是出于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加入了邦德组织, 后来幡然悔悟。 但这件事也可能正好说明了他的本质。 我必须把真相弄个水落石出, 我给司令部写了一份报告, 要求见见范杰尔德中尉。 在皮卡迪里大街见到杰尔德几天之后, 他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拜访。 我请他坐下, 解释说这次会面仅仅是旅行公事, 对打搅他深感抱歉。 杰尔德中等身材, 肌肉发达, 一开始有点发胖, 他肤色微黑, 头发稀疏, 胡须修剪得十分整齐, 满是汗毛的手很粗糙, 粗大的手指显得很有力。 虽然受过教育, 而且很聪明, 外表却很健壮, 甚至显得有点粗俗。 他回答问题时很生硬, 看来他习惯于发号石令, 坐享轻浮。 后来我才知道, 下属都因为他心地狭窄, 不通情理, 对他不无痛恨。 这里我想扯得远一点, 在审讯之前, 我通常是先了解 嫌疑犯以往的各种生活细节, 这一点很重要。 在我担任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审讯组长, 以及后来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荷兰反间谍处工作时, 我曾把这一点向下属传授过, 要他们在每次审讯前先制定出一个方案, 把预审和提问方式都写在一张固定规格的卡片上。 第一, 嫌疑犯的年龄、 姓名、 出生地点和时间。 二, 嫌疑犯所有直系亲属的情况, 诸如父母、兄弟、 姐妹等。 三, 如果嫌疑犯已婚, 其妻子未婚时的姓名、 出生地点、 日期、 其本人和父母的国籍。 四, 嫌疑犯懂得哪些语言, 及其文化程度。 五, 从学校毕业后的就职情况, 应工或休假到过哪些国家和城市, 本人有何技术专长? 最后一个问题是, 你参加过何种运动和政治团体? 这样开始提问有两个目的, 一是系统了解嫌疑犯的生活经历, 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二是, 如果嫌疑犯持有伪造证件, 他一般不会说通行证这个词。 伪造身份的人, 不管他编得多么天衣无缝, 都心虚胆怯, 而且往往因为没有好的记忆力, 而对上述年代日期说不清楚。 综合一看就会发现破绽, 其身份也就随之真相大白。 从范吉尔德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 我知道他是犹太人的后裔, 后来同一位出身高贵, 世代书香的比利时姑娘结婚, 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战前, 他是一家美国大电影公司在荷兰分公司的经理, 还当过荷兰王家禁卫军的中尉, 对其他的问题, 他也做了明确的回答。 当我最后问到他是否参加过何种政治运动时, 他断然否认。 对此我为家评论, 就把话题转到战时他离开荷兰的旅行上, 我说, 让我们看看你是否还记得穿过荷兰和比利时边界的日期和时间? 很遗憾, 先生, 我们从没有穿过什么比利时的边界。 怎么会没有呢? 确实没有, 我们首先前往德国的法兰克福, 然后到瑞士和法国南部, 最后到西班牙和葡萄牙。 这正是奇妙的旅行, 请讲一下你是如何通过德国的。 任何有幸从欧洲堡垒中出来的人, 都是通过最短的途径被送出来的。 德国人肯定不会允许难民有机会看到自己被盟军轰炸, 更不会允许难民像全世界传播德军狼狈不堪的样子。 吉尔德大笑起来, 这笑声有点像讨好, 又有点像得意。 好吧, 我谈谈, 我和我的朋友们持有智力领事的正式签证, 德国人态度很好, 他们尊重这类官方政见。 我当然不相信他这些鬼话, 但什么也没有说, 即使德国人尊重签证, 也没有理由让吉尔德和他的记者朋友绕道而行, 更重要的是他的种族, 他是个犹太人, 对盖世太保来说, 犹太人就是犹太人, 吉尔德是否皈依了别的宗教都无关紧要。 即使同一位贵族基督徒结婚, 能使他免受集中营之苦, 他也无法摆脱经常的监视和定期的传训。 在盖世太保眼里, 一切犹太人, 不论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 可疑的还是无辜的, 男人还是女人, 只要是犹太人, 通通都是邪恶的东西。 吉尔德绝无可能有他说的那种特权, 获准离开德国, 除非他和他的同伴对德国有某种用处。 我步步紧逼, 严厉地审讯了他两个小时之后, 他傲慢的神情渐渐消失, 露出胆怯的原形。 他承认他们没有经过法兰克福, 而是由一名德国军官引导, 不能随心所欲, 一切都由德国官方安排。 我突然中断审讯, 把吉尔德打发走。 他如释重负, 输了一口气。 我告诉他, 四十八小时后继续谈话。 我认为已经摸到了有价值的线索, 于是立即同英国反间谍组织联系, 请他们派两名官员 同我一起参加下次对吉尔德的审讯。 审讯定于星期六上午十点, 两名英国官员准时来到我的办公室。 当吉尔德被带进来时, 我没有介绍他们, 对他们为什么在场也只字不提。 吉尔德似乎也默认了这一事实, 即他们是旁听者。 我把问过的问题又重新提了一遍, 最后问道, 你曾参加过什么运动或政党吗? 吉尔德望着我的眼睛说, 没有,先生。 我看着他的眼睛再次问道, 吉尔德中尉, 我再次重复一遍我的问话, 作为一名军官, 你能保证如实回答吗? 他说, 当然,先生。 我问, 你曾参加过什么运动或政党吗? 他再次肯定地回答, 没有,先生。 我说, 请看着我的眼睛, 吉尔德, 请不要忘记你保证 以军官的名义如实回答。 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问你, 你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或政党, 哪怕只有几天? 回答之前, 你好好考虑一下。 吉尔德, 吉尔德骤起前额向在回忆, 最后摇摇头说, 没有,先生。 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团体, 你要我讲真话, 我就讲真话, 这就是我的真话。 我默不作声, 紧张地思考着, 我断定吉尔德在撒谎, 但又难以证明这一点, 因为我仅仅凭记忆而没有任何证据, 也许我弄错了, 匆匆回顾十一年前的事, 完全可能弄错的, 特别是这期间, 世界上大顾叠起, 令人目不暇顾。 我决定再来一次, 这次的圈套如果失败的话, 我对吉尔德的审查就彻底告终了。 我挺直身子, 严厉地望着他说, 吉尔德中尉, 我三次向你提出同样的问题, 你三次都声称你说真话, 固执地否认曾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 你说谎, 要我告诉你吗? 你的两位颇有地位, 非常诚实的同乡, 发誓证明你战前曾是国家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 朋友, 我这里有他们的书面证词。 我那个装有各类打字文件的皮包, 正好在面前的桌子上。 这番话在吉尔德身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脸仗得通红, 喃喃地说, 可是, 这又有什么关系? 我为了取悦我老丈人才参加了他, 我从来都不想参加什么违背自己心愿的组织。 这真是千金一刻的良机, 绝不能放过。 在十分钟里, 我向他发起连续猛烈的进攻。 你怎么敢当面撒谎? 你以军官的名义担保说要讲实话, 可三次都重复同样的谎话。 不是一次, 而是三次。 事实证明你有罪的时候, 你只会脸红, 说什么受了你岳父的逼迫。 想必他是个很可怕的人, 否则不会把你这样一个男子汉, 下诚像小孩一样扶手贴耳。 你就为这个加入反对自己国家的组织吗? 可是你还说这有什么关系? 背叛国家撒谎还没关系? 我告诉你中尉, 这一切的后果对你来说都是大有关系的。 你愿意让自己的名字被勾掉, 作为一个无耻之辈被开除吗? 作为一名叛徒被逮捕甚至被杀头吗? 可你还说这不算什么? 杰尔德开始认输了。 没有说出心里话, 我很遗憾, 请你相信我, 那时我还年轻, 刚刚结婚, 岳父强迫我参加崩德组织, 而我, 我也想讨他的欢心, 可是崩德对我毫无意义, 参加崩德就像参加一个俱乐部一样, 那完全是个形式, 甚至我都忘记了自己曾是他的成员, 请你提醒我才想起来有这回事。 一种痛苦的心情在折磨着他, 样子十分可怜, 我一言不发继续望着他, 两位旁听者满怀狐疑地退了出去。 我说, 你不要以为你的话会使我感动, 中尉, 你是个受过教育的聪明人, 头脑并不简单。 我三次对你提出一个相当清楚的问题, 每次都给你思考和回忆的机会。 一个人是不会忘记参加过像国家社会主义联盟这样的组织的, 他有要遵守的规定, 要履行的誓言, 要佩戴的徽章和标志。 中尉, 你不会那么轻易忘记崩德组织的, 你在存心撒谎。 为什么呢? 你还有什么要隐瞒吗? 是让我迫使你讲出来, 还是你自己把实情讲清楚? 我发誓, 先生, 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 半小时内你三次食言, 任凭你在发什么誓, 我也不会相信了。 圈套成功了。 正像我估计的那样, 杰尔德是这样一种人, 趁心如意的时候就得意忘形, 一旦遇到困难就张簧失措, 胆战心惊。 他十分沮丧, 全部威严, 就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消融了, 羞残和崩溃的自尊心, 使他眼中涌出泪水。 我进一步追问他从荷兰出走的情况, 这次他主动回答, 尽量争取我的同情。 他说, 他和那位记者朋友乘一辆德国人的汽车, 到达法兰克福, 在那里接受了德国当局给的一大笔钱, 有葡萄牙钱, 荷兰钱和美国钱。 德国军官护送他们穿过瑞士, 法国南部和西班牙, 一直到离葡萄牙边界半英里的地方。 杰尔德最后还供认, 整个旅途中他妻子一直陪伴着他。 我弃而不舍, 步步紧逼。 杰尔德中尉, 尽管你的话不那么首尾一致, 但你仍不失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战前你一帆风顺, 在一家美国公司里担任险要的职务, 美国人通常只相信那些有才干的人。 你就是一个有勇气有才干的人, 这你同意吧? 杰尔德受宠若惊地回答, 是这样的。 很好, 我们看法一致, 现在我要问你, 你,一个犹太人, 会受到德国人如此器重, 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据我所知, 德国人仇恨犹太人, 以折磨和虐待犹太人为乐, 不管这个犹太人有多么无辜。 他们视犹太人如粪土, 当然不屑于与犹太人为伍。 可你说, 他们对你并非如此, 而是带入上宾。 他们不惜金钱为你们安排旅行, 还让你的妻子陪你同行。 为什么会有这种异乎寻常的优待呢? 难道你没有看到这很奇怪吗? 我现在才想到这一点, 不过当时, 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出于尊敬。 好了, 杰尔德, 别装得那么天真, 正如你自己讲的, 你并不那么单纯。 至于德国人, 你应该是相当敏感的, 你明白任何微小的闪失, 都可能毁掉你的自由, 甚至生命。 安排这次旅行时, 你就应该想到其中定有原因, 不是吗? 对, 是的。 不是。 他语无伦次了。 杰尔德中尉, 我们还是严肃地谈谈吧, 你注意到这其中有什么反常吗? 难道你会没有注意到? 他想了想, 十分平静地说, 注意到了。 那么为什么一开始不讲出来呢? 从荷兰出来以后, 你受过三次审查, 在葡萄牙, 和属西印度群岛, 和加拿大, 你有三次机会谈出自己的问题, 但却守口如瓶, 这使我不得不从你口里 掏出你知道的情况。 这是为什么? 杰尔德试图躲闪, 但我穷追不舍, 他终于供出了实情。 杰尔德一出荷兰, 就被一位叫科纳尔的先生警告, 如果他在德国没有占领的地方, 透露一句他的所见所闻, 或是他犹太同伴的情况, 德国情报机构就会找他算账, 不管他在哪儿, 他们都有办法收拾他。 我说, 这样说来, 你和你的妻子被允许从荷兰出走, 只是为了掩护一名德国间谍, 也就是你所谓的记者朋友, 你是明白这一切的, 是吗? 不, 我的朋友是个正派的荷兰人, 我敢肯定我可以为他启示。 对你本人和你的誓言, 我已有所了解, 你敢肯定的事, 恕我不敢完全相信。 如果你的朋友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那么我只能认为你是德国特务了, 不是吗? 不, 先生, 我不是特务。 好了, 让我们回到事实上来吧, 你, 一个犹太人, 和你的妻子被选中去陪同一名记者, 经过德国, 然后到葡萄牙, 你的朋友从德国人手里接受了大量的金钱, 你们都被视如上宾。 德国情报局在荷兰的头目有威胁你, 不要对你自己的经历露出一个字, 你也承认这一切十分离奇, 你肯定知道这一切的目的, 那就是掩护一名德国间谍。 是的, 这是真的, 我承认我有过这种怀疑。 好, 那么我们现在才算谈到了正题。 当时你对这一切都有怀疑吗? 是的, 我当时很怀疑, 但是没有证据, 战争期间会发生许多稀奇古怪的事, 也许这件事可以这样来解释。 这正是我要知道的, 你的朋友是个被收买的间谍, 而你们是无辜的, 也许是有罪的, 邪从分子也是有罪的, 你知道这一点吗? 杰尔德犹豫了, 他使劲咬着厚厚的下嘴唇, 停了一会儿, 含含糊糊地说, 是的, 先生, 但是请你相信, 我完全是无辜的。 无辜自然好了, 我现在要你回答另一个问题, 在里斯本, 库拉索岛和加拿大, 你都被单独审查过, 本应该说出实情, 那么你朋友的间谍活动就会被斩草出根, 而你却保持沉默, 这是为什么? 我害怕讲出来。 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的军装, 说, 可你是个军人, 穿着一身狮皮, 难道你是一个伪装成狮子的豺狼, 被远在荷兰的一个德国人吓唬一声就缩回舌头吗? 就这样自始至终充当间谍的帮凶? 杰尔德几乎崩溃了, 他显得更加渺小, 军装想不着身体似的摆动着。 刚才走进办公室时的那幅昂首挺胸, 坚定果敢的神器已荡然无存。 我本想说出实情, 但我不敢。 在法律面前, 一个间谍和一个间谍的同谋是一码事, 你懂吗? 我不懂, 先生。 我决定再开一炮, 于是冷冷地说, 科纳尔临行使给你的一小瓶皮拉米洞是干什么用的? 皮拉米洞是一种药剂, 德国间谍当时常用它来制作密血药水。 杰尔德惊恐地说, 我没有接到什么小瓶, 我发誓。 停了一会儿, 他若有所思地说, 我的朋友有两个装有白色粉末的小瓶子。 这句话已经足以结束这宗案件了。 反间谍局的两位猎袭者已经有足够的证据逮捕杰尔德, 但是我请求他们在逮捕杰尔德之前, 让他陷在我手中待24小时, 理由是我不想让荷兰军队因为自己内部出了间谍同谋者蒙受污点。 他们同意了我的请求。 我立即和设在伦敦的荷兰政府的司法大臣和国防大臣也是我的顶头上司联系。 在迅速召集的一次会议上, 我介绍了情况, 要求把杰尔德解职。 紧急军事法庭当天开庭, 杰尔德正式被解职, 并可耻地被开除军级。 第二天, 他不是作为杰尔德中尉, 而是作为一个平民被逮捕。 他被关在英国反间谍局的萨里监狱, 战争结束后将被递解到荷兰, 由荷兰当局审判。 让他继续自由未免太危险了。 不过杰尔德没有活到受审, 在他被捕大约一年以后, 萨里遭到空袭, 一两枚炸弹, 落在房子附近。 杰尔德可能是因为神经受到刺激, 引起心脏病发作而猝然死去。 正像我前面提到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 杰尔德被捕后, 他们打电报通知在加拿大的荷兰当局, 建议逮捕那位记者。 他被捕并被押解到联合王国, 在那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 后来又被递解到荷兰听候审判。 这项工作得到的酬谢令人高兴,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收到荷兰司法大臣的一封公函, 上面对我审查杰尔德及其旅办的灵活方式表示祝贺。 皇家海军的工作经常被人们称为是无声无息的工作, 我想反间谍工作也应得到这一称号。 反间谍人员极少收到官方的褒奖, 他们执行任务把网撒下, 围捕间谍, 而得不到任何酬劳或官方的感谢。 我像普通人一样对最高当局给予的魄力嘉奖, 当然感到自豪。 这里我想讲几句题外话。 在间谍案中, 也同所有轰动社会的其他案件一样, 我们不禁想到被告人的双亲, 他们常常无辜地承受公众舆论散布的 无情的害人听闻的罪行。 他们不应该蒙受这种耻辱, 有时审判过去已经多年, 这些不幸者仍被人们冷眼相看。 有些人嘀嘀咕咕地说, 那不是某某吗? 你还记得十年前某某的案子吗? 嗨! 于是恶言恶语到处传开了。 不幸的杰尔德太太就遇到这种情况。 杰尔德太太是一位出身名门, 有教养, 很有魅力的女人。 她本人享有女伯爵的头衔。 她丈夫参加了在加拿大的荷兰部队, 后来被调到英国。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 杰尔德太太未能陪同丈夫前往, 为了生活, 她到了阿根廷。 当她丈夫死去, 和那位记者被捕的消息在当地荷兰人居住区传开后, 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开始散步流言蜚语。 有人说, 杰尔德先生不是自然死亡, 是作为间谍在伦敦塔上给处死的。 当时杰尔德夫人在当地荷兰人居住区颇有声望, 因为她待人和气, 很有修养, 是社交界的佼佼者。 突然间, 她被排除到社交活动之外, 谁也不敢再和她来往。 神秘的, 不明不白的失去丈夫, 已经使她不生悲戚, 现在又无故遭人误解。 生活对杰尔德太太已变得不堪忍受, 她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连一个诉说苦中的女友都没有。 战争一结束, 杰尔德太太就回到荷兰, 她亲自拜访了几位地方官员, 但得到的都是些毫无根据的传闻。 荷兰当局自己也说不清杰尔德先生是如何在英国死的, 一位官方人士告诉她, 应该找我, 只有我才了解她丈夫的案件, 但是由于我忙于重要事物, 直到1945年才与她会面。 她要弄清死去的丈夫的真实情况的请求, 使我深为感动。 战争使真实情况隐藏了两年之久, 即使这样, 我还是无法讲清楚, 因为那位记者还在等候审判, 牵涉到她丈夫的这一案件还在待审之中。 我告诉她, 她可以对任何说她丈夫是间谍, 或称她丈夫是作为间谍被处死的人提出控告。 杰尔德从未因这一罪名被判刑, 她的死纯系自然死亡。 用这些可怜的宽慰之词, 我告别了她, 结束了杰尔德的案子。 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一个巧妙地获得自由的人, 却掩护了一位祖国的敌人。 我对这位无辜的魏王人表示无限的同情, 她现在正勇敢地为死去的丈夫恢复名誉。 对我来说, 范杰尔德一案已经结束, 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错了。 1949年, 我收到一封自体陌生的信, 是杰尔德夫人寄来的, 信中说, 那位记者受到法院的审讯被无罪开示。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封信, 以便弄清是否看花了眼。 法律的墨赚得太慢了, 从第一次审讯这位记者六年的时间过去了, 从他被递结到荷兰代审也已四年有余。 我放声大笑, 拿起笔写道, 如果这位记者无罪, 既然他一受审并被释放, 那当然是无罪的。 那么你丈夫自然也是无罪的, 因为这件事中他仅仅是一个次要角色, 你有充分的自由控告任何指控杰尔德先生是间谍的人。 显然, 洗去他间谍的罪名, 你心中的一块石头也就落地了。 在签名之前, 我拿着笔沉思地点上一支香烟, 这中间肯定是谁搞错了, 杰尔德无辜还是有罪呢? 在我看来, 在那些反间谍人员看来, 杰尔德是个叛徒, 是一个间谍的同谋。 在审理这一案件的荷兰法庭看来, 那位记者, 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和间谍, 反倒成了真正的爱国者, 否则他们不会释放他。 如果那位记者无辜, 那么杰尔德自然也无罪。 对朋友还是敌人这样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 我们又有了一个重要的案例。 这桩案件有两个方面, 每当我想起杰尔德一案时, 我总队应该正视的一面表示怀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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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